大家晚安 今天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这波东北季风带来一波显著的境外沙尘 所以由北到南的空气品质都陆陆续续的转差了 甚至有部分侧站来到了鸿海 这是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的等级 预计这波境外沙尘会持续影响台湾到今天晚上 那么明天中南部地区还是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提醒大家真的要减少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了 那么预计明天这波东北风就会减弱了 气温会略微的往回升 预计接下来这一周到礼拜五之前都是持续回暖的天气状况 那么另外相信大家也很关心 今年第二号台风舒立级台风 它目前持续的增强在今天现在已经增强成为了一个强烈台风了 但是接下来它接下来会有机会碰触到旅宋岛的陆地 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 而且接下来会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走 对台湾的影响有限 提醒大家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那么也要多加留意沿海的风浪跟长浪 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要减少从事一些海上活动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就是受到了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带来一波境外污染 预计在今天由北到南 在晚上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晚上污染状况还是相当的严重 要减少从事一些户外活动 那么另外梳立机台风目前的位置 已经逐渐接近菲律宾的旅宋岛了 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往西再转往北 再转往东北 往日本东南方的海面前进 如此的入境来看 其实对台湾来说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未来这段时间要降下雨势的情况 还是相当的有限的 还是提醒大家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梳立机就会逐渐的接近 旅宋岛之后慢慢的转往北 再受到北边的天气系统牵引 再转往东北 往日本东南方的海面前进 所以可以看到对台湾来说 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 只有外外水汽为东半部地区 带来一些零星降雨而已 那么下一波的天气系统变化 会落在这个礼拜天 可以看到才会有一波新的水汽 再度的接近台湾来 所以在礼拜五之前 台湾各地其实天气状况还不错 但是风浪就是比较大一点点 提醒您从事海边活动 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那么在降雨的分布 刚刚提过了这个星期都是稳定的天气 就在山区还有在东半部地区 因为是位在银封面的位置 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正雨而夜 所以西半部地区呢 接下来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而且气温也会持续的往回升 可以看到北台湾呢 从明天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往回升了 到了这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 会是最温暖最热的时间 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8度到29度左右 中台湾也是哦 接下来这几天其实都是30度左右的高温了 已经有一点点门热的感觉了 南台湾也是哦 甚至在礼拜五可以来到31度的高温 要等到呢礼拜六礼拜天 新的一波水气接近之后 各地的气温才会再度的略微往下滑一些些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其实最需要大家注意的不是天气问题 而是空气品质境外污染呢是这个影响 北台湾一直到南台湾就连东半部地区 其实也有受到这波境外污染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空气品质相当的糟糕 要减少从事一些户外活动 外处也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 减少一些污染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那么到了明天呢 这波境外污染就会逐渐的通过了 但是在南台湾因为是位在被封测 污染扩散条件比较差 还是会有一些污染物的累积 空气品质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 那么在天气的部分呢 明天各地都逐渐的放晴了 东部地区呢也转成多云到多云石英的天气状况 只有局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证员而已 整体来说从明天开始 各地都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台风呢对台湾也影响不大 接下来呢就希望周末假期的天气系统 有机会为台湾带来一些降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